防疫警戒降到二級 豐源兩個多月的花蓮文創園區 終於重新開放了 包括了釀士集、音樂表演 還有講座都陸續回歸 而樂線士集也在下個星期的週末呢 要配合疫情改以主打工藝 或者是手作特色攤位來登場 歡迎鄉親和遊客一起重返園區 來感受舊酒廠的文化美麗 位在花蓮市中心的花蓮文化 創意產業園區 隨疫情降為二級後 不分日夜再度敞開各出入口 進駐活化園區的樂劍團隊 所辦理的系列活動也陸續重啟 包含六七棟回廊的釀士集 服務中心旁的戶外音樂表演 以及DIY手作活動等 都在園區一一回歸 在經過兩個多月的疫情封閉之後 園區再重新打開的時候 其實慢慢有花蓮的民眾 都陸續回到園區裡面 所以我們目前的活動呢 原則上在防疫的要求之下 我們會做人數的限制 體驗活動幾乎每一周都是客滿的 然後我們也會有持續有講座 然後這個講座原則上 都在樂劍的粉絲專頁都會公告 那我們也會用防疫政策的關係 所以名額稍微少一點 但是會做線上直播 然後在八月份呢 我們會有比較大的活動 是在下個週末 我們會有樂劍市集的舉辦 這一次也因為疫情 不方便大家拿下來口罩吃東西 所以我們是以公益跟手作的主題為主 所以這次也將近有20個不同的攤位 也有外縣市的手作家 特地來共襄盛舉 然後週末的時間 平常如果來到園區 其實下午的時間都還是有一些 很棒的古典音樂 或者是爵士音樂的音樂家 會在這裡做表演 然後釀士集 禮拜六跟禮拜天都還是照常的舉辦 所以活動在疫情解封之後 我們又重新恢復生機 所以非常歡迎民眾 來花點文創園區 參與我們大家心心安排的準備 週末舉辦的新樂手作花園 原木迷你花器DIY 草木染文樣創作 紫草冷染等DIY活動 已經吸引不少民眾秒殺暴民 另外像是市集 音樂表演以及講座 都為週末的園區重新注入熱鬧活力 而樂劍市集也將在8月21 22日 與民眾見面 配合疫情這次主打手工藝攤位 歡迎民眾一起重返漫步在園區 藉著蔣邦彥 華林氏報導 在二重新的購物 在八兵部 入鐵 在一張小的地獄 照片 我們再次在廣告 然後打扮